你是否有过类似的体验 还没有走几步路 就已经气喘吁吁 才工作一个小时 就开始胡思乱想 注意力难以集中 下班回家后 只想窝在沙发里 什么都不想做 这些身体的疲惫 工作得不顺 归根结底 是因为精力不够 一个人若是缺乏精力 就会让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心理学家吉姆洛尔就指出 精力管理 比时间管理更加重要 人活于世 总要面对生活的种种不易 复杂的社会关系 学会管理精力 高效做事 才是成年人最轻松的活法 一体能精力知乎博主 小野曾在帖子中诉说自己的经历 他是国内头部律所的律师助理 全国各地跑案子 常年加班赶进度 每次深夜下班后 回到家点个外卖 就往沙发里一窝 刷刷视频 熬夜到凌晨 前段时间 他就发现自己总是不在状态 身体小病不断 脑子也反应迟钝 在工作中频频出错 团队负责人批评他几次后 见他没有好转 直接找他谈话 回去好好找找状态吧 调整不好 就别回来了这时 他才恍然醒悟 体能精力不够 什么工作都白谈 仔细看看我们身边 有不少人都是如此 上班总是打不起精神 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偶尔加几次班 连着好几天都缓不过来 当身体跟不上工作的节奏 生活就会失序 变得越来越糟糕 曾以为搞事业 靠的是资历 人脉 业绩 可干到最后 才明白拼的是身体与精力 正如扎克伯格所说 只有保持身体健康 才能让自己拥有更多能量 才能有精力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要想保持充沛的体能 请尝试以下三种方法 一 15秒深度呼吸 天津医科大学教授刘欣说 深呼吸靠的就是肌肉运动 可谓最便捷的运动 它还能够刺激细胞活力 缓解疲劳无论是在办公室 还是在户外 只要你感到疲累 就可以做一组深呼吸 每次深呼吸控制在15秒左右 在一呼一吸间 静静感受身体的律动 一两分钟下来 你的体能就会得到恢复 得以重新投入工作中 二 三十分钟舒适慢跑 老话说 互输不度 流水不服 人的身体也是如此 越是久坐不动会疲惫 越容易出现乏力的现象 只需用最舒适的速度 每天慢跑半小时 就能缓缓为身体充住能量 当你挥洒完汗水 精力体力反而会更加充沛 三 七点五小时规律睡眠 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 一次通宵加班后 即便我们睡上十个小时 白日里仍旧昏昏沉沉 因为人的精力不仅在于 睡眠的时长 还需要规律的睡眠 国际睡眠医学学会指出 人体最佳睡眠 应当在夜晚十点至早晨六点之间 睡足七点五个小时 睡眠时间过长 过短 或者不在这个时间段 都会使身体疲惫 好好睡觉 看似是一件简单的小事 但它却能改变你整个人的经历状态 二 情绪经历心理学上 有一个词叫情绪浩劫 意思是 一个人的情绪资源被过度消耗 就会疲乏不堪 经历丧失 无论是愤怒还是沮丧 一旦被负面情绪缠身 最终你的经历便会迅速枯竭 世界网球名将麦肯罗与康纳斯 曾试试双打搭档 二人球技不分伯仲 可论个人荣誉 麦肯罗总是略逊一筹 原因就在于 麦肯罗情绪总是大起大落 手上擦拭的稀罕白粉不合心意 他就开始发脾气 搭档没接住球 他立马就骂骂咧咧 自己稍有失误 便陷入无休止的自责 变得垂头丧气 每场球下来就算还有体力 他也被各种坏情绪 搞得自己再也无力应战 结果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总是发挥不稳定 在34岁便早早退役 后来麦肯罗奥回到 是愤怒挥霍了我的经历 负面情绪就如一剂毒药 会不断侵蚀我们的内心 使人越来越颓丧 人生海海 谁也免不了被浪花拍打 生活中总有很多不如意之事 想要管理好情绪经历 应对生活的波澜起伏 婉君建议尝试以下三个方法 一 加快情绪转化作家 奥里森·马登在《一生的资本》中写道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是一切行动 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 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 情绪是可以控制并转化的 比如你遇到一件糟心事 就去吃一顿美食 出门都一下风 在比如你即将发怒的时候 立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心情就能得到平复 我们只有加快情绪转化 才能减少消耗 节省精力 二 扩充情绪容量 心理学家吉姆·洛尔认为 人的情绪是有容量大小的 情绪容量不够大 一点点的小事 在人的内心都会掀起万丈波澜 面对生活的种种委屈 请保持特质 持续忍耐 遇到人生的挫折 学会调整心态 允许一切发生 当你持续扩充容量 装得下坏情绪 就不会被负能量淹没 三 提升情绪弹性 知名企业顾问刘润 曾提过一个名词 情绪弹性 情绪弹性不够的人 就如花瓶 看似光鲜 一摔就碎了 而所谓高弹性的人 就是如橡胶球一样 摔倒在地 也能立马弹起 做一个情绪弹性高的人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能迅速恢复状态 悲伤时 可以躲起来大哭一场 但哭过之后 要立马坚强 愤怒时 就找个无人处 放声一吼 排除情绪 心情要恢复舒畅 情绪上有张有迟 哪怕受到再大的压力 也能触底反弹 过好当下的生活 三思维经理心理学家 托尼·施瓦茨 讲过一个真实案例 沙拉是一名医院行政人员 一上班就忙得脚步粘地 有时候甚至连午饭都顾不上 即便如此 她的工作还是越载越多 久而久之 上次见她没有工作成绩 就批评她上班偷懒 同时也跟着质疑她的能力 沙拉心里很是委屈 人也跟着焦虑起来 于是 她咨询了心理医生施瓦茨 施瓦茨一针见血地指出 是你的思维经历不够原来 沙拉在工作时 总有许多人找她 一听到别人的诉求 她就立马搁置手头的事 转头忙着另一件事 这种事与世之间的变换 消耗了沙拉大量的经历 最终沙拉累到自己精疲力竭不说 还什么事都没做好 想起罗振宇的一句话 思维无法聚焦的人 往往不会有什么成就 什么都想做 往往什么都顾不上 只会反复消耗精力 看似很勤奋 实则在瞎忙 难以转化成真正的生产力 学会下面三种方法 节约思维精力 提高办事效率 一 设立目标任务有研究表明 当代人连续专注的平均时长 只有短短八秒 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 很多人缺乏目标感 以至于精力分散 学会利用四项线法则 每天将手中事件分成四种 紧急又重要的 紧急但不重要的 重要但不紧急的 不重要也不紧急的 随后按顺序将之一次设为目标任务 不论何时 只专注于做一件事 当你心中有了目标 就能心无旁骛地前进 用最少的精力完成任务 二 屏蔽信息干扰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身边都充斥着杂乱的信息 不加以屏蔽 就很容易受此干扰 为之耗费大量的精力 这里推荐一种番茄工作法 帮你有效隔断过于信息的侵扰 规定在一个连续的四十五分钟内 专心做手头的事情 随后进行五到十分短暂的休息 用于处理手机信息 喝水 上厕所等 通过这种方法 主动屏蔽外界的干扰 你的思绪才会井然有序 三 构建冥想空间 如何像达芬奇一样思考一书中提到 思维恢复的关键 就在于冥想冥想 就是我们大脑一个恢复精力的空间 你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 闭上眼 先是感受自己的一呼一吸 然后慢慢放松 其次心随意走 想象自己漫步在森林中 静躺在草坪上 最后当大脑彻底放空 你的精神就会慢慢集中 乔布斯曾说 生活中有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管理好自己的精力 管理精力 就是管理人生 无论是身体 情绪还是思维 都需要你的精心呵护 精力分配不合理 就会使得生活越来越凌乱 日子越过越糟 学会精力管理 养足了精神 养好了身体 你才能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去做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的事情